这是李哥微信啊微信号 今天带大家做扁皮 这个是我的冷丸工作室啊 这是给朋友开的模板 开了一半 半马起来了 超光件啊 工具冷湾的一个步骤咱就补充演示了啊 咱就从开撑口开始啊 我用的是一些废旧的 以前不用用过的 废的这种百叶片开的啊 废物利用 我先让我开一个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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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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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免抛光的 可以直接用它 直接它打磨出来之后 直接去抛光效果 那试一个 它打磨出来之后 这是不错的 直接打到抛光效果 也很耐用的这个轮 给你介绍一下 我也不怎么习惯用这个轮 我还习惯用我的纤维轮 我还习惯用这个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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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简单先给它抛出一个 先给它抛出一个 用材料要懂得珍惜不要浪费 小有小的用处 大有大的用处 肺的 这种肺的 有肺的用处 先抛出一个 抛一个工头 别耽误大家流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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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啊 对于缓取决的部分什么呢 就不给大家讲了啊 主要是抛伤口 打过伤口 抛伤口的过程啊 好 下次见啊 下次见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